Hello, 各位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1日, 星期二, 今天就恨指了知有的次仰回调 比起这么多的音符来说, 这支就叫做相对灭小一点, 但其实跌得不够, 我觉得400点是不够的, 今天要跌七八点 为什么, 别问我, 总之应该跌七八点, 但跌不够, 跌不够,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恶劣 所以, 回到之前的证明, 165, 175, 185, 195, 195, 一步一步都完成了这些小目标 接着我们一直都说会有回套, 预期一个回套, 做回了一点, 然后就标, 因为白威尔, 这里又是一个小小的回套 然后就立刻已经是出那些政策, 刺激楼市那些政策 令到它又爆上去, 这两个就没办法去, 我们预期到, 然后今次就有一个叫做次向这个回调 这个回调是什么带动呢, 没有什么带动, 纯粹就是我们昨天这么说 你看到科技股各样东西, 都已经是不够了, 已经是你看到那些样子不对路了 接着它要再上, 昨天也说已经是有很大机会一定要车股拉, 然后呢, 今天车股就散了, 拉完立刻散了 打了197, 而上方呢, 是没有什么令到它一定要杀 上面的红呢, 红仔其实很少的, 相对来说它可能只有三成多, 大部分六成多都是牛仔 然后你要怎样去摆脱这些东西, 摆脱那些红仔, 不让它加刀仓 就是急跌, 急跌了, 锁了在这里, 反弹了, 反弹了 我经常说, 个别和不少朋友都说这些问题 它要引牛, 要引你上方做事, 下方做事, 它一定要有这些样子 硬你, 要硬你, 硬你, 不上不上, 然后你是下场, 这个位置上下可以做你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也蛮不敗的 就是在仓家角度, 这些可以信可以不信 賭仔性格、賭仔性格、賭仔什麼都賴,也沒有人可以肯定 還有一個回調,做一些合理的評估,下一步是怎樣呢? 下一步呢,今天就在群裡,看完一輪東西之後,群裡就寫了一下 我不再抄出來,就在這裡說,就剪輯出來說算了 短線,如果對比過往的走勢,假如這一段只是一個回調浪,不是玩完了,跌下去 後市真的會再衝多一段,假如再衝多一段的話 我們應該要反覆跌到1800這個水平,即是76.4,即是764這個位置 假如你去到764沒有反彈,再插下去的話,就會去到168 168就是18,300,其實這些位置之前有說過,是很類似的 只不過當時的頂部,我們也一直說,不知道頂部在哪裏 我們曾經有一期的收視戰報,是假定195的時候 假定195是頂部,我們假設到底部,拉了一下,看看位置 曾經做過這樣的看法,這個也是一個平時我都會用的方法 當然它一路上去那路上去到197,197的話,其實和195 中間帶出來的那些偏差是很小的,大約都是那些位置 有時候你會看到,可能打到195,打到18點,打到150,打到18點,184 然後拉了一支針,其實大約都是這樣,不會被一個數字欠到 以前我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我發現也是很難的 無論如何,再去講一下,假設764這個位置沒有反彈 會怎樣呢?再插一下 去到168這個位置,假設168都反彈,應該會反彈的 因為跌了一千多點 如果去到這位置反彈的話,你就要小心 它就未必可以好像我們之前預期那樣 會再做多一個,會再高一點,會再高一點 假如它做不到這一點,而我們又覺得它一定要反彈 要去到205,202這樣的水平的時候 它有一個條件,就是我們從以往的圖 過往的聲浪上去發掘,看到大部分都是764這個位置 就要反彈,它就會反彈,當然它插多一點 然後它就會反彈 如果它不反彈,就像剛才這樣說 它就有機會做不到一個high-high 但是764反彈到,它就會做一個high-high 很大機會會這樣做 所以我們很簡單就是知道 如果接下來,188沒有反彈 它可能就會落到183 落到183的時候,你就要注意 它有沒有機會做一個high-high 可能就做不到一個high-high 或者可能突小小出去,突小小出去 即是197去到200,即大家平均 差不多,然後就收回來了 即是20,000點就收回來了 這個就要注意 這個是下方,我們看到兩個位置 183和188,然後再判斷接下來會怎樣呢 假設去到188,真的反彈 即是764反彈,那會怎樣呢 這裡就說了,上方會怎樣呢 它通常去到這個位置呢 就會在188這個位置 升150,150 和上一個地方這樣,150 大概計算一下 即是197-188,大概1000點左右 再1000點除二,大概500點 那500點加在哪裏 當然是197那裏 加在這個位置 大約是202附近 所以你去到這裡的時候,你相信 大約有機會呢 在這個反彈的時候,就有機會去到205了 在這些上下,在這個位置 它就會有壓力 如果它再能夠去突破的話 我認為是難的 但是如果真的再突破的時候 就要看看有沒有什麼刺激 如果沒有的話,應該就是這樣 然後這些位置,它就做了雙頂 你看到205,在這個位置前面 好倉應該就要再升多一點 幾乎可以升到 可能只剩下10-20% 你輸也不要緊 你輸緊也不要緊 你先出去便要Cash 然後你開始慢慢加淡創 不知道哪裏是回頭的 就一點一點一點這樣加 那一邊加少許 就回頭了 回頭跌穿前頂 你可以加多一點 接著它會有一個反彈 反彈那一下 即是做一個LOWER HIGH LOWER HIGH一鍵去轉角 立刻加多 再穿前腳 再加 這樣就等它坐下去 不會一直升到無敵 如果我們之前說過的時間鏡頭 就六月中 那像不像呢 似乎都像 六月中開始 即是哪一天 不知道 還有呢 再說一下圖 如果你有這個樣子 你要想一下 它未必是這樣插下來的 它是這樣的 我記得以前的圖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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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然後它就突然就飆了上去 這樣你就要注意 當它 幾個狀態 第一個狀態就是 如果收起腳 一路去 這些 竹身開始越來越小 你就要注意 這些位置 你可以 減淡倉 買一些好倉 拼 這樣 然後 可能突然之 有一天你就飆了上去 你追不到 會是這樣 如果你有這些 模模模模 它再落 再力子算 只可以這樣 看下方再做 但似乎又不是經常都見到 這樣 多數是在這裏摔摔摔 它就會上去 如果你一直這樣 摔摔摔摔摔摔 那你就要注意 另外一個情況是什麼 就是 我們經常說的 單日轉向 你看這些位置 單日轉向 一支針 地針 單日轉向 這個就不太明顯 這個就很明顯 單日轉向 接著就開始上了 如果出現一個單日轉向 OK 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他日轉向 兩天的 這一隻 快指竹 這一隻 上次被它陰了 轉身不夠快 想不到 這樣做 沒有懷疑到 不是不懂 是知道的 但是沒有懷疑到 它在這裏做了 當時的理據也不夠 我認為它會上去 也有機會 想著它會裂上去 裂頂 因為同時間 做個倒形頂 裂下來 才會再上 結果又沒有 直上 所以這個位置 你有機會留意這件事 出支這樣的 然後出個這樣的 墜頭 地針很長 這些日子 你也要小心一點 然後可能轉向 就看完最後那一段 如果你用這個高低位的黃金比例去看 它都是205附近 所以有機會是去到這些位置 看看下方做在哪裏 之後就這樣去衡量就可以了 另外 如果你不炒7226 不炒7200 這些股 7226要留意一下 那些車股影響得很大 車股不要亂搏反彈 理想已經是其中一間最好的一間 除了比亞迪 Tesla 就沒關係 它已經是最好的一間 但是業績都不如理想 能夠跌了20多隻 最高的時候 所以就不要亂搏 這個板塊的反彈 如果你問我留意的股份 都是美水的3690 9988 9999 這些 我自己會看368 但是368 是高難度玩的 而且它不是 真的好當炒的 所以是情意結 所以你不玩就不要管它 如果這三隻 我覺得9999 其實是最硬正的 而且也跌下來了 補了那些位置 昨天說的幾個位置 159元 是吧 有支持 159 等等等等 看一下 看看 是吧 這個位置 有些支持 下一個位置有155元 這個位置 那它就留了遺留裂口 不是遺留裂口 就是遺留裂口 遺留裂口 遺留了裂口 如果明天 或者過幾兩天 可能要做羊竹 就可以衝上去 可以拼一拼 拼它再上去 這些位置 之前說的 那些位置沒什麼錯 162 166 一拼一拼到 169 然後 是不是可以去到 再挑戰175 178 這些位置 這裏有20元 都好玩 還有 這種股 起碼你知進退 容易控制到進退 這個區間比較短 容易知道怎麼走 容易設位 就算它死了 真的不好意思 這條是下降軌的 下降軌 如果它過不了 真的這樣下來的時候 當然你要捱 但是它上去的可能性 也相當高 當然我們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走到那一步也不對 也不是炒股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我會看它 另外 再說一隻 這隻 我覺得這隻 這是八仔股 留意一下 這是創業版 很小的 這隻股 通常我很少介紹這些股 但這隻股 我想說一下 這隻股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這隻股本身叫創天傳承 創天傳承 都是買殼回來的 我忘記買什麼了 買殼還是改名字 我忘記了 這間股是做什麼的 這間股就是 大家在聽我這個頻道 的這一類人 就是我這一類人 的公司 最出名的就是 Loop Loop大法 那個Cancer 應該是它旗下的公司 他們整班人 教你炒股 收很貴 當然 我也很羨慕 他們可以收這麼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Facebook 有一個 阿sir的 那些 虎主群 虎主群 他們的大名字在上面 很多 有興趣 看看 但不要緊 我們不是看這些 有些事情 我們心想 他給錢的人 學炒股 不如不用 買他就可以了 他幫我賺了 多好 你賺到錢 股炒都上去 你賺到錢 我買你的股票 自然就收到 你要知道 這間公司 如果你有空去看看 財報 他的利潤是很高很高的 收益都很高很高 一億聲 你想著你給一萬幾千元 學的課 能夠砌到一間公司的收益 所以 你付錢 之餘 去學炒股 不如 都放些錢 下去 等他回報給你 也有著數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興趣 就買一些 我都叫 兩個股票去買兩萬元 沒有多 少少 輸就輸了兩萬元 那就輸不完 但是 這隻 裝家裝都不裝 可以炒一下 利潤很高 所以 現在你看到Facebook 我現在看一下Facebook 看到 幾乎 100個廣告裏面 99個 都是在說炒股 99個廣告裏面 70個都是去 IE什麼 那些 Logo IE 不知什麼 都是那間公司 都是那個廣告 有幾個很出名 幾個經常見到 證明是賺到錢 才投入廣告 通常 很有趣 通常 我又不是做這一行 我從來都是講我自己喜歡講的 就是 不會考慮這些收益 也沒有收益 我真的沒有什麼收益 做了這麼多年 也沒有什麼收益 或者沒有人聽 沒有人看 但是 我想說 他們 做的這些課 賺到的錢 是非常可觀 然後 往往 都是在股市旺 的時候 他們不停投廣告 這麼多年 YouTube也是這樣 Facebook也是這樣 但是 其實這個邏輯是不對的 為什麼 除非你跟貼司去炒 跟貼司去炒 就另一回事 你不看電視 你喜歡看它都可以 所以 你要學的話 你在市場上升的時候 來學 其實 你學得慢一點 或者課程講兩個月 這樣 就當你關掉了 什麼經驗都不講 就直接關掉了 那麼 市場上升了兩個月 你進去買 那它不是在走牛三這麼長的一個 升浪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 所以其實 很久之前都講過 其實學炒股應該是 在跌市的時候 或者 市不是最旺的時候去學 你知道在講什麼 那如果你說 玩一下 進去玩一下 拿些錢出去 試一下 那你就輸過一下 你就會多點啟悟 多點想法 那可能又會好些 所以 現在我站在這麽久 我嫌不去貴 如果市場都會回調 不過它跟市場 不是很合格的 如果它有些回調 就買些 就是 賺些 pocket money 那 好了 去到昨天的 issue 昨天說的 有什麼 說法債 那坊間 經常都會有一個話題 就是說 發債太多 不行 或者是重啟買債 以及市場重啟買債 做牌 因為這個 老大講這件事 那個股市都彈過一下 那會造成這個 擔心做成這個 赤字貨幣化 赤字貨幣化是什麽原因 上幾條片 之前講這件事 那時候就講過 很簡單說 赤字貨幣化就是 你有赤字 你有印錢 你再有赤字 你又再印錢 就是這樣 中間的途徑 它們就撥開 總之就是 你用印錢去解決你的赤字問題 這個就是赤字貨幣化 某程度上 它現在已經在一級市場 即不是在一級市場裡做 是會在二級市場裡做 即是經過 那些債是買了出去 即是認購了 財政部發出之後 認購了 認購了之後 接著呢 再經由 央行可能 就借些錢給國凱行 然後再去買回 即是財政部 再在二級市場裡買回 或者叫經銀行 再在二級市場裡買回 第一是這樣的方式 就是買回這些債 那其實 為什麽要這樣做呢 首先用市場來過濾了錢 即是說我第一級發出來的時候 是先用市場的錢去買了一層 然後呢 好了 過了 接著呢 我又再引回那些錢出來 接著呢 就經過剛才說的渠道 在二級市場跟你掃回來 就給你一些錢 同時都應該是給你錢 賺的 那這些錢 就是經過一個這樣的途徑 引出去了 經過一個這樣的理由 就不會是 好像之前那樣說 就是 我要錢了 財政無法債 央行就買了 不會這樣的 所以央行就用一個這樣的方法去做 其實 好處就是 不會違憲 而有做到效果 因為憲法上是不給的 所以 整件事他現在用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一個泵水的狀態 所以 不過好了 這些錢 最終其實是不是 你不要理會什麼原因 總之發了債 最終 一級的時候 我就收了一筆錢 那這筆錢是否在市場裡呢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直接下去 首先他會是 先從市場抽走一部分的流動性 然後呢 就進回行政體制裡面 其實這些錢拿出來呢 是財政部的 那當然拿去洗 還有洗些什麼 譬如舊市措施 出糧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 其實 可能我們會問 現在 那些國債這麼好賣 那為什麼我要 還要印 央行還要印錢出來 在二級市場買回來呢 很多人應購的 那樣 這個問題呢 就是這樣看的 其實呢 現在在國內呢 不論實體 或者金融也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好投資 當中都風險不小 還未過了冷河 冷河 特別是金融 實體就 剩下來了 現在的死水道 什麼時候活水呢 就不知道 那 但是它再沉下去 就沒有很大的狀態 就是沒有很大的機會 狀態現在這樣 那所以 在沒有什麼好投資的 沒有什麼好投資的情況下 而 就算有也好 它的回報和風險比例 就不是很合乎邏輯的 所以很多人寧願存錢 這個我們也講過了 今早前說這件事 說這些錢就存進去 存在銀行體系裡面 但是 好了 存錢不要緊 當然 對內銀行造成壓力 但是最主要是什麼 存錢因為利息都很低 又再降息 我們四大招 其中一個就是降息 現在降的 按揭息 降的按揭息 就是要降全方式 不降怎麼搞 所以整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 我們之前說 除了外國人 很熱的去買債之外 就算我不懂經濟周期 什麼都不懂 很多人 都可能寧可買國債 因為始終 它的Q幅也有3%以上 3點多 長期一點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也看到 現在說 怎樣開發 為什麼人家會長 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資息 從3點多 跌到2點多 2點多 即是債價全部都升上來 其實 你這樣看 就看到 在二級市場上 其實這些東西升了幾多 如果你作為投資的角度 短炒一陣 都幾個人 因為始終的額大 所以 升就升不太多 三幾個% 但是 你額多 和安全 其實是 不錯的 我經常講一個概念 我們 我們 我們投資拼命 或者經常都跟自己說 年輕 我輸得起 輸了就再來 這個概念 我也不能說是錯的 但是首先 那些人 就蒙蔽了 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就是 我年輕 我可以拼命 他把錢 投資了一些 倍率很高的東西 賠很多錢 就是 我買一元就賠二十元 然後他就把整副身家 全入 一萬就賠二十萬 就是這樣買 但是 其實這個所謂 年輕人可以拼命多些 不是這樣的概念 總之 你買一件東西 你投資一件東西 它就只有兩件東西 一是性率 一是 就賠率 正得就是風險率 就是三件事 那要講贏錢 就是性率和配率 性率和配率 越高 代表風險越大 對嗎 你的性率越低 性率越高 就不一定 配率 是一定很低的 不一定 但是大多數都是低的 大多數都是低的 那 好了 你為了你要拼風險 我又要去 不是拼風險 我要拼贏多些 那其實 你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你應該是找一個 性率最高 配率不是那麼高 然後用槓桿的方法 來賺錢 那你輸的可能性 就會少一些 明白嗎 那個考慮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經常搞錯 所以 那些人投資就是這樣 大戶 很大很大的 那些比較穩健的投資 他們就會這樣做 所以我寧願炒你 賺你三幾個巴仙 但是我槓桿大一點 我爺面大 那我一倒數 都十幾十個巴仙 他是一個這樣的想法 其實 同時間 其實也是因為 那個 當債券很火熱的時候 他即是意味著什麼呢 即是他在吸收市場的流動性 如果我方 即是我們自己 對資金 即是我們的行政 或者我們的財政部 對資金需求很大的時候 那麼這裡 他不停發債 就會對那個行業的 不同行業 或者銀行 就會產生一種壓力 就會令到資金 好像很水筋一樣 所以呢 在沒有辦法之下 他還是要印鈔去接住這些貨 但是就用了 剛才所說的那種方法 來讓市場有回流動性 有回活水 所以我們解讀為 他真的要放水 他出這個消息的時候 而其實在一個長時間的圍道裡面看 其實所謂的超不超長國債 其實也不是什麼問題 基本上是 沒有錢還的話 即是不還錢的話 他基本上都是永續 我再出來 再出來 不過呢 他要承擔的就是那個 債息的問題 當然要給利息 還有一些波動 波動問題 好啦 其實有沒有危險呢 也有的 那個流動性有問題 即當那個貨幣的流通性 不是很夠cover的時候 這個都會 真的造成一個crisis 但是要 不是那麼簡單 其實昨天先說 我們的發展 好像我們的輪郭 不只是我們 其實國家的發展 都好像是這樣的 現在這樣 印鈔去擴大的流動性 但是你又沒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發展方向 項目 明確的做法 除了救樓 救樓只是 杯水車身 不是很多 針對整個體系來說 他都沒有很多錢 其實沒有一個 真的可以吸錢的發展方向 你只是用來 去抵抄你的赤字 抵抄你的支出 其實是 不是說 那麼好 還有 也都這樣的情況下 你以後是要 還要再推高利息 即是 要活躍經濟 然後推高利息 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你看到正常情況下 其實你看到美國都做不到 即是 他每一次的加減息周期 其實都很長 除了急市 即是急市 不是急市 急市 他跌下來 那個債息跌下來 就救回市場 這個會很快 但是他加息呢 他都是一個比較長的時間 很極端的情況 就好像我們今次的COVID這個狀態 所以其實你看到美國都不是很做到的 都是上下波動的 所以你想一下 我們的狀態 我相信會更加像 我們 鄰國的發展 終結一下 其實這件事 其實好不好 我覺得沒什麼好不好 首先 超不超長期國債 並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因為他最後都是一樣的 即是樹落同歸 最後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 每一次的issue 條件 面對風險 或者每一次的利息 會有些不同 那麼多了錢 現在你發了債 發多了債 多了錢 但是那些錢 去了為公共開支為主的話 我就剛才說 覺得不好 對國力也會有所消耗 如果你說只是短期手段 這個呢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說 會用短期的做法 這個我就不懂評論 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短期 效果會是怎樣 聽起來短期聽起來OK 真的可以 但是最終會不會都是一樣做不好 然後變成長期 所以我這個就沒有辦法評論 如果真的短期的 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 錢 去體制內 支撐政策太多的話 支撐的運作太多的話 長遠而言 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 如果你說這些錢 我發多了債了 拿部分去做政策 然後拿部分呢 我真的可以做到一樣東西 找到一個項目 找到一個發展方向 去刺激實體經濟的話 這樣就好事了 這樣就可以 因為你投一元 我可以找到多少錢回來 現在是調轉的 我投多少元才找到一元回來 整件事是完全調轉了 所以 整體來說 我覺得 在股票 即我們資產市場來說就是好事 有水進來一定是好 就會泵大 炒股角度 但是以長期經濟發展來說 通脹通縮 在我們的狀態下 再加上人口 是比較複雜的 那樣東西未必是完全可以預知 那好吧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鐘之間全部 還有上一段影片 多謝大家再見 拜拜